这支个股推介是腾讯700经济日报投资业 说早选择原因是腾讯公布第三季业值收入14001亿人民币 按年跌2% 与市场预期跌1%相近 经调整盈利323亿升2% 比市场预期跌5% 经历四个季度下跌后 经调整盈利重新实现按年增长 被市场预期提早一个季度 盈利399亿升1% 胜过市场预期跌36% 腾讯提早实现经调整盈利增长 加上分派美团去降低监管风险 利好股价表现 走势上 腾讯股价只挑战由2021年高位延伸的长期下降轨 突破300元关后 下站上网9月初高位大约330元 风险方面 主要是大股东NASPRUS 息后可能重启渐辞